朋友们 看见了吗 这房子 我的 我这房子四十两厅 好不好 好 装修的 好不好 干啥呢 干啥呢 又在这儿吹上了 朋友们 不好意思啊 这是我老公 就爱吹牛 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房子呀 不是我俩的 他呀 就是房产中介公司的一个小职员 非得跟我妈吹 说给我买了个四十两厅的房子 我妈这一高兴 非要来省城看房子 那还不是为了让你妈同意 把你嫁给我吗 那我妈要是看到咱俩还住在地下室 咱俩不得黄啊 吹不怕 关键是它能解决 我不是解决了吗 是不是 我从咱们卖房的资料库里 找到这个四十两厅的房子 在这儿给你妈拍个MTV 发过去 你妈一看 不就放心 不来了吗 那你说咱俩正在家拍MTV呢 人家房主进来咋走 假如我是房主 我肯定问你吧 你谁呀 你谁呀 我是房主 我问你谁呢 我中介 你不是要卖房吗 我来看房 要是你提供给我们公司的呀 哎呀 老公 你这你 我发现有时候你比我奸呢 你太发现了 来 开始拍 啊 来 快 拿手机 等会儿 在我这儿呢 拿它 妈妈 妈妈你好吗 妈妈 你看 这就是我们买的大房子 四十两厅 装修一般 但是他们都说我们这房子是高大厂 妈 你看 这是客厅 这是主卧 哦 错了 这是厕所 这边 这是主卧 这是次卧 妈妈 房间很乱 我就不带您进去看了 但是您放心 马上过年了 我们回去给您拜年 您不用来了 此致敬礼 白 怎么样 我发现你特别能白 我跟你说 快 好了就发走 啊 好 好 小点声 我是个小偷 可假的这么吵吵 不得把我逮起来呀 行了 不跟你们多闹了 我得赶紧干活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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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谁呀 你谁呀 我中介 完了 他把你词说了 没事 我说他词 我房主 哦 你们是房主啊 哦 你中介是吧 我我过来看看 哦 哦 那你 那中介来看房子 咱是不是得出去啊 对呀 啊 那出去当然更好了 那行 正好我们两口都要出去 那咱走吧 走吧 哎 这 这 你这带了个什么 什么玩儿啊 房屋买口罩 房屋买口罩 那 这鸽子都能飞过去 还能房屋买吗 你别说 挺幸展的 那行 那麻烦你了啊 好好好 你看房吧 哎 再见 好嘞 再见 哎呀 幸亏没被发现 哎 我手机呢 我 会了 怎么了 我落屋里了 你说 您怎么把手机 落屋里了呀 那手机里面全是我的资料 他一看手机 不就露馅了吗 他是中介 我也是中介 同行是袁姐 回头把手机往公司一交 公司说我冒充房主 那还不得把我开漏啊 那咱俩回糗去吧 糗行 不能暴露我中介的身份 哎 哎 哎 你俩咋又回来了呢 哦 那个 哎 那个我我我我我 我问你个事啊 啊 就你那个房屋买口罩 在哪买的呀 哦 你说他呀 哦 那个单位发的呀 好好好 怎么着你单位没发吗 没有啊 啊 没有 没有 没有啊 没有 哎呀 没有 那那那给你吧 啊 那哪能要 不是 没事 不是 我我我问你个事啊 啊 就是我们这房子卖多少钱呢 那你打算卖多少钱呢 那你是中介 你得估个劲啊 啊 啊 对 我是中介哈 对呀 哎呀 其实这个房子要想卖上架去啊 啊 这房子得有亮点呢 哎呦 我的妈呀 老弟呀 啊 我这房子没亮点吗 你这房子有啥亮点呢 我这房子客厅就是亮点呢 客厅怎么的了 客厅面积大呀 多大呀 多大 凉凉呗 媳妇 凉凉 啊 凉凉 这个客厅多大呀 哎 哎 啊 你干啥呢 凉凉吗 你拿手凉啊 咱除了也没带尺子呀 拿腿凉啊 卖一部一米吗 我凉长你凉宽 长成宽不就是面积吗 找手机啊 那个那我们量一下吧 好不好 那走吧 量一下吧 一米 两米 三米 四米 五米 有吗 没有 哪个没有呢 你跟着我找啊 有没有啊 别别别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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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完了没有啊 啊 量量完了 多大呀 我三十六步 我二十五步 长成一宽等于九百啊 哦 哦 你这客厅九百平米啊 啊 不是 你这房子多大呀 一百四啊 一百四十平米的房子出来个九百平米的客厅啊 所以是亮点吗 啥玩意亮点呢 你俩这数学跟美术老师教的吧 是不是在他身上啊 啊 走了啊 你站住 不行 我必须得跟他说清楚 你干啥的呀 我刚才不说了吗 我中介啊 你中介 你中介就这样进客户家里吗 那咋进呢 咋进 你起码你得带个鞋套啊 我大哥你啥意思啊 兄弟我跟你说实话吧 咋俩是同行 咋俩是同行 戴鞋套不是同行吗 你想想 啊 哎呀 大哥大姐他真是同行啊 你看 我戴上手套 是为了不留下手印 戴上鞋套 是为了不留下脚印 哎呀 大姐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大东的风哥 我是铁锡的涛哥 我黄姑学姐 哎呀 熬斗相会啊 哈哈哈 哎呀 好好好 相见恨晚的 哎呀 大哥大姐 哎 你们两个以夫妻的形式出现 哎 很掩人耳目啊 那你可说呢 我对吗 我俩就是在工作中认识的 玩乐相爱的 哎呀 工作中产生的爱情啊 结实 对对对 兄弟 你那效益咋样 啥效益啊 不行不好干 哎呀 我们还可以 一般的房子啊 三千 要大一点的能挣一万多 是啊 哎呀 你看 你看就这房子吧 多大呀 装修的也挺好 没啥别的东西 哎 你看 就捡了个手机 亮点找到了 兄弟 我跟你说什么 我们就是回来拿他来 这手机是我的 咋是你的呢 那个兄弟 这手机是不是在沙发上找着呢 那 那这手机就是我的 别别别 这不叫他 怎么的 还真是同行啊 黑吃黑啊 什么黑吃黑啊 这手机我的 什么你的 怎么证明这手机是你的呢 怎么 这手机里有我视频 这手机里怎么可能有你的视频呢 你打开看看有没有 哎呀 这怎么 怎么会没有呢 这就是我们买的房子 房子不大 四十两平 装修 不是 不是 大大大大姐 咱不是同行 你俩是房主吧 不不不不 你误会了 手机我的 我俩不是房主 对不是房主 这咋还不承认呢 这手机里都说得清清楚楚 这房子是你的呀 这有啥不承认 房子不是我的 啥呢 你就是房主 我俩不是房主 怎么不是 你看你这人 我跟你说 我要是房主的话 房子里边有什么东西 我能不知道吗 我说那抽屉里边 有一万块钱能有吗 树林儿放屁 凑巧了 那抽屉里 有个金戒指能有吗 老公啊 凑俩巧 那夹层里有个金卡 能有吗 哎呀我的妈呀 我这是怎么 我这是银行啊 这桥怎么这么多呢 快拉倒吧 还巧呢 你俩不是桥 你俩是老鹰啊 这臭我这个桥呢 你俩就是房主 我俩不是房主 咱不是同行 那是同行 我是个小偷 我们也是小偷 小偷 是偷 还在这表演呢 怎么的 辽宁卫视有一档栏目 叫组团上春晚 怎么的 你俩口子组团 耍小偷啊 给小偷留点尊严 行不行 小偷 报警吧老公 姐 老公别报警 就你俩这智商 我跑不了 我 我是小偷 但是我第一次偷 真的是第一次 你第一次偷 我这刚进了 还没翻呢 你俩就又回来了 不行你看 你看 没有吧 你看 这没有吧 我发誓 你说你年轻轻的 有胳膊有土 你干什么不好 你干小偷 我告诉你啊 人这一辈子 有些事能干 有些事不能干 不能干的事 你干了 你得后悔一辈子 没事啊兄弟 我相信你是第一次 有错改了就行 这么着 一会我陪着你去派出所 到里面跟人说清楚 好呗 不是 大哥 咋还送我去派出所呢 你说我从派出所出来 这咋做人的 没事兄弟 你是不是担心出来以后 没事干呢 是我出来咋整啊 你这么点 兄弟 你相信我不 我相信你 你出来以后 你跟着我干 你口头咋呀 跟着我不行啊 怎么着有房子有地 不行啊 行 行 大哥大姐 刚才我 我看这视频里了 你是打工的 我也是打工的 你们通过努力 能够挣到这么大个房子 我跟着你干 我也努力 我也挣这么大个房子 你跟着我干没有问题 能不能挣到这样的房子 可就不好说了 哟 妈妈 孩子 你俩录的视频 妈都看了 哎呀 四十两厅的大房子 真好 妈真替你们高兴啊 哎呀 可是妈都一年多 没看见你们了 妈都想你们了 妈不盼着你们 挣多少钱 只要你俩 平平安安的就行 哎呀 这过年了 你俩啥时候回来呀 妈想你们呢 你咋的了 我想我妈了 那你就回家看看她呗 看不着了 我很小的时候 我妈妈就走了 过年 过年我就从来没回过家 说实话吧 妈妈这俩字 我都忘了怎么叫了 来 兄弟 你起来 兄弟 认我这哥不 哥 行了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兄弟 来 拿着 不是哥 我不能要你手机 来 帮我俩拍个视频 哦 开始 妈妈 我错了 我错了 这房子 不是我俩的 对不起 我骗你 妈 您别生气啊 其实他这么做 也是想让您放心 我俩现在虽然没有房子 但是他挺努力的 真的妈 他特别特别努力 我想我们俩以后肯定会有的 而且 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 特别特别幸福 妈 你放心 我会好好干的 我会让你女儿幸福 我会让你女儿幸福一辈子 妈 其实我们俩挺好的 我们还认识好多好朋友 我还认了个兄弟 来 兄弟你过来 来 你过来 兄弟 来 叫妈 叫啥 叫妈 你是我兄弟包 是 我是你胳膊 是 叫妈 来 妈 大点事 妈 妈 我姐好